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Express.js的入门课程 今天呢我们来讲web 这个web页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css 但大家肯定会经常使用css css在引用到 那个html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都放在那个public文件夹里 或者放在任何地方 通过那个url来引用 但是呢我们通常是不会使用简单的css 而是我们会使用一些一些css的一些可编译的css 比如说stylus less sus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 用Express.js来处理这些 我们会讲第一个是stylus stylus 然后是sus 然后是less less 来使用 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个stylus stylus呢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J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模板的引擎 它的语法特别特别奇怪 就是比如说我给大家搜一下它的语法 stylus 熟悉它的人就不就跳可以跳过这一段了 stylus css 它的语法是如果想变成css这个样子呢 它就用这样的语法 就是用这个indentation来代替这个括号 呃 s同理同样呢我们会在里面放两个文件一个叫package 到json 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index的 哦 index.js 呃到js 然后非常快我们把之前的copy过来 嗯 copy过来把之前的关掉 之前关掉 copy过来 嗯 然后再找一个index.js copy过来 嗯 其他就不需要了 这个还需要 嗯 copy到这边 中间的内容呢我们都不需要 嗯 这个呢 嗯 因为我们不把它重命名叫static 我就把它叫public 所以我可以忽略到前一段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public印象到public的那个ul里面 所以这句话我是还需要的 因为我需要serve一些 呃向前段放一些html或者css之类的东西 好 我们呃 因为我们有public文件夹 啊 我们这边package 回到我们package到这一项 今天呢 我们会讲 首先会讲这个stylus 这个图 所以我们学这个呃 编译器preprecessor 就是预编译器 就是它会在不用你自己亲自编译 你只要写好sad 这个stylus 画文件 然后把它放在该方的文件夹里 前端就会自动访问到编译过后的css 呃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 呃 现在有stylus在这个 文件夹里 呃 就是stylus在这个文件夹里 呃 在这个dependency里面 然后 呃 我可以一定要用这个npm install cd css npm i 然后现在它就在安装一些这个express和stylus 这样呢 我们在index里面就可以requirestylus了 比较快一点就是stylus 一般的我们把它放在express之后 一般的我们把它放在express之后 一个基本是传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参数呢 是说你这个stylus file这个文件呢 在哪或者它最后编译到哪里 呃 这边呢 其实可以是可以传 首先我先给大家讲基本方式 就是传一个呃 这个string 传一个字符串 在这里面 这样就告诉他 我的stylus文件是在这 最后你编译好的文件也放在这里 但是这边还可以传入一个object 呃 那这那样就多一些选项 比如说可以传source 原文件在哪 destination在哪 如果debug模式是tru还是force 这边还可以传一个object 呃 另外那个object的情况呢 嗯 嗯 我等会有时间再给大家讲 然后现在呢 我就可以 呃 啊 这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就是这边这边的文件就已经写完了 呃 我现在呢 需要建一个文件夹 就是这个public文件夹 因为我这边public文件夹 需要呃 需要填一个html和一个cs 一个stylus文件 然后就是index.html 然后index.html里面呢 我写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写一个head 然后再写body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加一个css 啊 加一个 加一个css文件 啊 这是css 然后我就写style.css 大家注意我引用的是 点style.css 当他那个 这个xs来寻找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就会在当前文件夹里找这个style.css 但是我当前文件夹并没有这个style.css 我有的是 呃style. 呃style. styl是stylus的默认的这个 这个这个extend这个拓展名 然后在这里面呢 呃就很简单给body加一个 加一个 加一个css入吧 给body加什么样的css 就是写color 呃white colorwhite 然后 background color 是black 好 那边呢 我们可以将node node index 运行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回到这个 localhost 123c index.html 自动就进入 进入我的index.html 然后来访问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自动生成了一个css文件 为什么我这边什么都没有呢 因为我这边忘了一个东西 我body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如果把这边写上hello word 大家就可以看到变了样子了 因为呃刚才我这个body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是没不占用任何地方 它就是会在这边零像素 呃如果写了一个helloword的话 这样body就是整体 它的颜色呢 就是 这个color就是这个黑色 呃这个color就是白色 background color就是背景颜色就是黑色 好这样我们讲过了 第一个processor 我们再讲其他processor就比较快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less 啊我先讲less吧 嗯 sess之后最后再讲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less less呢有些同学对less不太熟悉 我们来看一下less的sintax是什么样子的 呃 less的sintax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传一些variable 或者呃 制作一些mixin 呃在这里 啊 language feature 这边啊 这这里面比较全 就是variable mixin 然后还有nested rule 就是可以看你的那个root呢 你的那个csroot可以nested 它就会自动上成这样子的 css 好我们来看一下呃 如何使用less呢 less也是要一个呃 middleware的就是需要less middleware 这边那个 index.json里面 index.json里面放的就是 嗯 less middleware 它这个名字叫lessmiddleware 然后跟之前用法一样 我先 呃 让它instan npm install 嗯 啊 不好意思 我这边忘写了一个 忘写了 新话 任意版本 lessmiddleware 然后呢 呃 然后我可以在index.json里面 呃 把这一行comment掉 把这一行comment掉 然后呢 我引用的是 这边呢 是less 然后它的名字呢 是lessmiddleware 然后appuse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一行的时候呢 我就appuseless 然后因为它本来就是lessmiddleware 这个中间键了 所以这边其实不需要传入任何东西 这个这个中间键的使用方式跟之前的中间键的使用方式是有有略微的不一样的 你就可以直接不用用那个接口形式的那种形式 这个less这个middleware就直接传入它的文件件文件路径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public里面呢 我们先把呃 这个这个还不变 然后这个呢 呃 先删掉 就是我们要新生成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叫style.less style.less 我们怎么证明这是一个style.less呢 我们首先呢 就选用这种variable的形式吧 呃 就是niceblue和lightblue niceblue加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lightblue 我们把它变成body 这样body的颜色就变成lightblue lightblue 好的 我们呃 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我们刷新啊 我们需要启动一下node server node index 大家来看我们现在是不不再用这个style 这个style stylist的这个style strait了 我们是用的是呃 less这个中间键 这样我刷刷新一下呢 现在是黑白我刷新一下就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啊为什么这个style没有apply到这个css上呢 我看一下这边已经生成了这个颜色 说明说明这个如果说啊刷新一下就好了 刚才可能是我刷的太快了 这边色味还没有启动好 呃这样呢 就会永远看到这个新的颜色的这个stylus 我这边还可以nested 在body下面的diff呃 diff会用就用这个niceblue niceblue 这个颜色就color color叫niceblue 这样呢 重启一下 等一下刚才刷新太快了 niceblue diff 好这边需要加一个diff在 在这边 嗯 this is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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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 mice com ok 我现在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因为呃我在这个 呃 style.less里面加了两两两两个root 好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ass sass呢也比较简单 就是但是这个nodemodule的名字呢 叫nodesass midware 呃 他这个每个module的名字是做着自己起的 所以他不遵从一个规律 比如说这个叫stylus 这个叫less midware 这个在在上面之上又加了一个node 在前面 呃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然后呢我们引用它的时候呢 就用 呃 nodesass mid oh不好意思 nodesass midware 呃 这边 verb sass 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我删掉之前的旧的css文件 避免它干扰 然后建一个新的sass文件 style.sss 注意它的extension默认是scss而不是sass 所以我这边写body 呃 div 然后它的color呢我写成color color呢我 color我写成红色 比较明显 好的 回到我们这个 关掉这个 回到我们这个也可以删掉 回到我们这个 嗯 这个index.js 我们把它存掉 这样我们用的就是sass 然后这边我传入的那个 这个 参数是一个string 这样呢我 我 server有点 server 关掉 启动一下server 这样我刷新一下页面 就可以看到 下面这一行变成了红色 因为呢我产生了这个css文件 是基于我这个sass的 而不是这个less 跟它们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蓝色的 这个是黑色背景的 所以说 呃 它们的用法都大同小一致 我它们package名字 不太一样 呃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呃 我们就 讲到这里 呃 下一回呢我们再讲一次课程 再下下回的课程 我们就会讲范例了 好 呃大家再见